大家好我是屈原妈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你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今天就是二十四节气之小鼠俗话说小鼠大鼠上针下足小鼠一过一路路三番紧随而来的就是七月十五头湖将至 今年的珊瑚比往年更特殊 2024甲成年之大师之年多地频繁大暴雨 加出煤后39度高温一年当中最潮湿蒙热的蒸炉模式随之开启 近来你是不是也觉得丝气重倦怠乏力 长期待在空调房容易感冒 天热就胃口乏乏睡不好还总是心烦 小鼠节气顺时而养应该吃什么呢 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 阳气浮于表中医说 外热一分内寒一分 酷鼠难耐加酒吹空调 人体阳气容易受水 不及时调养 难免会感冒腹泻 黄定内经中讲 穿下养阳 从小鼠倒三伏 正是我们补阳气 健脾去丝的好时机 不仅事半功倍 还是冬病夏至的黄金期 说到小鼠必喝的食材 肯定少不了橙皮汤 今天就用橙皮搭配自己物 堪称去湿健脾的特性 一起随着视频看看具体做法吧 首先准备两块橙皮 橙皮作为一种我们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中药 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应用 被广泛应用于中医药和养生保健领域 橙皮含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和药用功效 比如维生素、挥发油、方向油、黄酮、有机酸、柠檬酸 它的具体功效和作用 第一 橙皮具有帮助消化的功效 橙皮中含有丰富的挥发油、橙皮带和黄酮化合物等营养元素 有助于刺激胃肠蠕动、增强消化液的分泌、提高胃液的酸度、促进消化吸收 对消化食物、缓解胃脏胃痛等消化不良症状具有不错的调节作用 第二 橙皮具有止咳化痰的功效 橙皮是一种具有丰富药用成分的中药材 其营养物质可以起到止咳化痰的作用 对于湿痰、含痰、咳嗽、喉咙不舒服的症状 都有很好的缓解效果 第三 橙皮具有增强免疫力的功效 橙皮中含有丰富的柠檬酸和维生素C等营养元素 这些成分有助于提高我们身体免疫力 增强身体对于病毒的抵抗能力 有助于预防感冒疾病的发生 第四 橙皮还可以起到缓解疼痛的功效 橙皮中的药用成分具有一定的症痛作用 对于头痛、肌肉疼痛等不适的症状具有一定辅助作用 橙皮用剪刀剪碎放入水里洗干净 控水拉出放入碗里备用 接下来准备几片新鲜的紫苏叶 紫苏叶为紫苏科植物的叶子 被广泛用于烹饪药用以及美容保健 紫苏叶含有丰富的多种营养成分 具有众多的好处 第一 紫苏叶具有抗氧化的作用 它富含多种天然抗氧化剂 比如维生素C、骨光钢钙等能够帮助 清除体内自由基减少氧化损伤并提高免疫力 预防多种疾病的发生 第二 紫苏叶具有抗氧的作用 紫苏叶中富含的芳香化合物和非化油 能够抑制炎症反应 减轻炎症引起的疼痛和不适 此外 紫苏叶还具有抗菌、抗病毒的作用 能够帮助预防和辅助感染性疾病 第三 紫苏叶还有助于降低血脂和血压 研究发现 紫苏叶中的活性成分 能够抑制血液中的脂肪合成 降低血脂水平 预防动脉中央硬化的发生 同时 紫苏叶中的一些成分 还能扩张血管 降低血压 有助于预防和辅助高血压 第四 紫苏叶对消化系统也有益处 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可以促进肠道蠕动 预防便秘的发生 新鲜的紫苏叶柴下来洗干净 放入一旁备用 接下来准备几片甘草片 第一 清热解毒 甘草是具有甘而平的杏味 露脾 胃肺筋 能够补皮液气清热解毒 去痰止咳 健脾 去湿 第二 调和猪药 甘草的解毒 内肺的功效 可以解除体内的毒素 同时 也可以缓和其他药物的劣性 第三 抗菌消炎 甘草粉也可以治疗一些皮肤的炎症 具有预防人体皮肤病的发生 对口腔炎和口脚炎也有预防的作用 第四 调和药性 甘草具有平醇止咳 清热解毒的功效 可以减轻药物本身的药性 减少对身体的伤害 第五 保护心脏 甘草对心脏有保护作用 可以降低药物对心脏的刺激 第六 补皮液气 甘草胃肝性贫 具有补皮液气的作用 临床上可用于缓解脾胃虚弱 倦怠乏力 心肌气短等症状 第七 缓急止痛 甘草具有缓急止痛的作用 可用于改善 腹痛 四肢经轮 急痛 洗干净的甘草片放入锅里 把刚才洗好的纸酥和橙皮也一并加入进去 加入适量清水 大火煮开 小火煮上十分钟 朋友们制作视频不易 一个红心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对我来说可以高兴的睡不着觉 这个视频麻烦你帮忙点个免费小红心 非常感谢 时间到了之后 打开盖子 把这个煮好的水盛入杯子里 等它稍微晾凉的时候 准备半个新鲜的柠檬 把这个柠檬汁挤入进去 它就会变颜色 变成紫红色 而且还非常好看 这颜色看起来就很有食欲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 欢迎你的订阅点赞收藏转发 也非常感谢你的耐心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